莉樹林被戰40年 父子重回2013 越南中部這兩父子40年來 住在這間離地五米的樹屋 穿的是樹皮整的衣服 用原始利器捕獵 過的完全都是原始人的生活 直到星期三才被人發現 回到二十一世紀 話說1973年月戰期間 老婆和兩個兒子被地雷炸死 大仇打擊 帶了幾歲幾兩歲兒子走入重林 村民都以為他們人間蒸發 其實他們住在樹林中野 打獵就這樣過了40年 星期三被去墳墓的村民發現 個人來幫忙 找了五個鐘才找到他們 將他們帶走 雖然爸爸身體有點弱 但仍然懂得說俗日面隔語言 而大哥就很健康 不過只懂得說單字 而且經常都想回到樹林 所以要找人體積他們 希望幫他們兩個慢慢融入社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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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 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